近日,有博主晒出王源的最新机场照,戴着黑色口罩,而且这孩子又染了新发色哦,前两天的一次性棕红色已经洗了,这次有人说是青木亚麻辉,不知道是不是真的,看着有混血的味道,好像一夜之间长大的感觉,新发色王源已上线,你们觉得好看吗?不得不说,王源弟弟真的太好看了,既有少年感又帅气,怪不得是TF的颜值担当,新染的发色也很适合, 一路看着长大的弟弟,看到他染发居然有种长大了的感觉,不过王源弟弟的确是马上要成年了,也是长大了吧,脸庞白净,气质很清新,看着就让人很舒服,这组照片我能脑补一部偶像剧,拽又酷昂,附带一张灯光下变了色的但我最喜欢的,前几天是红棕色,也挺好看的,王源皮肤白白嫩嫩,染什么颜色都好看,所以,作为酒红色头发女孩,现在为了追星,除了要买手机 可还要跟风染头发了,最后扣阻一阳千玺的动图,这完全就是女友视角了,好几个镜头令我无法呼吸,还有她的猫实在是太娇逼逼了,在千玺被窝里还呼噜呼噜的,超级有安全感了吧,无比羡慕了,这张猫咪走掉以后,她的表情神宠逆,千玺颜值还是一如既往地能打啊,而且看视频感觉好温柔,和猫猫说话像红小孩子一样, 而且刚看天喵的微博,发现一阳千玺的猫都有了代言,人生赢家啊,喜欢喜欢猫的男孩子,啊真的是太甜了,千玺太宠小猫了,这样温柔的男生我抵挡不了